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黄浩 我先问你 你平时这六种醋都用过吗 我是个不爱吃醋的人 但也不是不吃醋 但我吃的醋肯定没有挺挺多 对 我是醋台 因为我是北方人 北方人是以面食为主 对 不论是吃面条或者吃饺子 醋是灵魂 所以我要蘸点醋才能出那个味儿 是吧 但是我们基本上是老陈醋 我倒没见过这么多品种 我们是以吃陈醋为主的 你是吃单一的醋 对 单一的醋 这种醋 醋确实从分类来说无非是两大类 贵的和不贵的 没有 我们来看一下分哪两大类 酿造醋和配置醋 你们觉得就我桌上这些醋 哪些是酿造醋 哪些是配置醋 我估计说配置醋就是勾兑的醋 还有点生活经验的 我估计白醋 醋精 因为阿拉萨已经叫醋精 还有冰醋酸 小时候化学学得不错的 HACE 怎么你每次都把你的化学知识拿出来压倒我 我觉得康乐醋会不会是配置醋 因为我这个名字听着好像有点化学的感觉 对 因为你在上海待了很多年对吧 很多上海人特别喜欢吃这个康乐醋 因为里面有点甜味有糖在里面 其实所以就会觉得说是不是配置醋 刚才黄浩的真的不错 他那个压得到些没白学 没白学 大部分的白醋确实是配置的 它是冰醋酸 HAC 冰醋酸加些水配置的 那么酿造醋是什么呢 它基本上是含有淀粉的一些粮食作物 它经过维生物发酵 就叫酿造醋 酿造醋 五瓶都是酿造醋 只有这瓶白醋是勾兑的 所以黄浩答对了 我们对了 我们对了 你们家这个白醋是用来干什么的 一般来说白醋不打理做菜 什么呢 比如说暖壶里 水壶里 撒心一个洞掉了一下 有水够了 倒一点这个下去 对 去水够 来洗东西的是吧 而且白醋有时候还妙用 现在比如很多短视频里教你白醋的妙用 可以熏 可以清洁 一般来说拿这个派用 对 清洁剂是它的另外一个作用 对吧 比如有些你做一些这个泡菜 有些白的颜色的 你加别的醋 一加进去颜色要变了 对吧 它保持它的这个白萝卜 腌萝卜 加点酸味道 那么加点白醋 有的时候就比如说吃一些海鲜 比如说比如一些鱼翅什么 它会有些配一些红醋 红醋 我觉得那也挺好吃的 好高级了 有时候吃很贵的海鲜 真的配红醋了 那红醋也是属于量造醋的一种 对 对 其实那红醋呢 为什么红的呢 其实在酿造醋当中 加了一点红的色素 使用色素添加剂 一般酿造醋出来的时候 大部分还是颜色比较偏淡的 那么加红的颜色 红醋 如果有些比如这个醋 加了一些酱色 就是焦糖色素 它颜色有一点酱油的颜色 那么根据我们2018年 我们国家出了一个食品安全标准 它这个标准里面呢 就把这个量造醋分成两大类 哪一两大类 就是一个是食醋 还有一个是甜醋 甜醋 甜醋这个概念我之前都没听过 因为我们北方人没吃过甜醋 我跟你一样我们都是北方人 对 酸的醋 食醋呢北方人比较多的 它呢也是用这个淀粉类的粮食啊 甚至一些这个炸粮呢 而经过微松发酵 那么酿造出来的食醋 食醋呢它一个标准是什么的 它的酸度比较高 大概每100毫升大于等于3.5克 甜醋呢它的酸度比较低 基本上在每100毫升当中啊 大概大于等于2.5克 甜醋呢 那个南方比较多的 对吧 南方人喜欢吃醋啊 带点甜味的 为什么有甜味呢 就是里面加了一些糖 其实我们江南人南方人相对而言 吃口没有那么酸 所以2.5差不多 甜醋正适合江南人 对 对吧 那我们北方人的 肯定3.5以上了 对 那我就要问问 到底是哪个醋好的 是那个醋好 还是我们这个醋好的 咱不能说哪种醋好 哪种醋不好 两种醋各有特色 咱们看一下这个醋的配料表 甜醋呢它的酸度比较低 100毫升的大于等于2.5克 那么它为什么甜的 你看它的配料表 加了红糖 是吧 糖浆 这些都是甜的 南方人比较喜欢吃的 因为它还加了一些色素 比如焦糖色 这种甜醋呢 一般都是用液碳发酵 所以它颜色也比较淡 对 那么成醋呢 一般都是用固碳发酵 它的发酵的时间比较长 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 尤其是成醋酸度很高 100毫升啊 这个大于等于5克的酸度 所以一般北方人 喜欢吃这个比较酸的这个 对 那是不是说这个醋的酸度越高呢 这个醋就越好呢 醋它的责量除了酸度以外 它还要许多的考量 它的风味啊 它的颜色啊 它的各种感官指标 和它的理化指标 这样综合评价 不一定是单于酸度为评价的 嗯 当然酸度高 那么大部分它的发酵时间比较长 放的时间也长 所以这么大的酸度里面 它基本上在保存时间不会坏 它的优点呢 就可以不加防腐器 但是如果比较酸度比较低的一些醋啊 比如抗露醋啊 这些东西啊 那一定要加防腐器 那是不是马老师 嗯 我觉得其实只要家里有陈醋就行了 因为甜醋嘛 无非就是在醋里再加点糖 加点什么嘛 对不对 你还要再花钱去买 还有什么什么其他的防腐器啊 其他的添加剂 我自己搁点糖就行了嘛 对一点比例加点水 不就能做出 变成甜醋了 变成甜醋了嘛 各种优缺点 甜醋的优点是 南方人啊 就买了就 拿出来就可以用了 是吧 那你说的也可以 有的人写麻烦呀 嗯 像这种做好的成品的 商品的 拿来就用 而且可谓比较适合大众化的 对 这是它的优点 嗯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 这个陈醋啊 它太酸了 像我们家有的时候就会用一些 镇姜香醋 镇姜香醋呢 它也是用这个 不太发酵的 嗯 它一般的都是 就属于链造醋的啊 酸度呢 是在这个3.5以上的 那老陈醋呢 最厉害了 是吧 那个酸度大于等于5 那么说 最最酸的这种 镇姜香醋呢 是介于这个当中的 当中的 比较适中 是大部分人都喜欢的 哦 那还有人他想选择这个酸度再低一些的 对 有什么推荐吗 如果要淡点 我觉得米醋挺淡的 对 我刚刚想说米醋 那那老陈醋厉害 这镇姜香醋四汁 我觉得可能米醋 最淡的 可能再淡一些食材米醋 米醋呢 顾名思义 它基本上是用大米为原料 发酵的 那么它呢 经过液态发酵了以后呢 它的颜色发酵时间比较短 所以它的颜色啊 一般是比较清淡的 大家看到 透明的 很透明的 不像老陈醋呢 黑的 但如果你要不需要什么颜色 是吧 那个加醋的话呢 加些米醋也不错 市场上 我觉得除了这些醋之外 是不是你们还见过什么 一些五花八门的醋 有 就是老家那个枸杞 后来我看它没有枸杞 也可以一样醋 对 枸杞醋 还有就是玫瑰醋 其实今天马老师来到我们现场 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五花八门的醋 就在我们的健康魔方里 请马老师打开我们的健康魔方 哇 还挺多呢 这么多醋啊 这么多的 六瓶带花色醋啊 大家看到过没有 我们看到马老师拿出来醋呢 有这个有机苍米醋 这是乔麦醋 这个是黑米枸杞醋 厉害了啊 还有玫瑰花醋 五粮醋 还有我们这个柿子醋 哇 这些醋呢 有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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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杂粮醋 对我们先来看一个吧 先看 蕎麦醋好不好 蕎麦醋看它的配料 蕎麦醋 顾名思义呢 它就是 用这个蕎麦为一个原料 链造出来的醋 不管什么原料呢 它最终呢 它是发酵到酒精 然后到醋 最终还是一个醋 所以 跟原料呢 到后来关系呢 也不是很大的 许多的这个 打着各种原料的这个 呃 旗号 我觉得呢 呃 不一定是很靠谱了 就是不管是用蕎麦酿造的 还是用大米酿造的 其实最后的 它的这个营养价值 或者说是这个用法 都是一样的 对 最后的营养成分啊 它香肠不会很大 啊 我们再看下一个醋 是什么呢 糙米醋 哎 糙米醋 那我现在我知道了 就是用有机糙米酿造的醋 对 这个很小一品 价格也不菲 嗯 它就是说 我用的是有机的 糙米的 它也是在于原料的不一样 马老师前面说了 其实原料不一样 但最后的营养价值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差别不大 是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下面一个是什么醋 五粮醋 五粮醋 五种粮食 对 五种粮食 酿造的醋 一样了 它的原料更加多了 是吧 五粿杂粮 对 刚才说的 荞麦啊 杂粮醋啊 这都是说我醋里面的 有些杂粮的成分 其实根据我们这个营养学会的 推荐的中国居民的营养上司这个指南 它一般杂粮吃多少呢 每人每天 50到100克 那么这么大的量 你从这些醋当中能够吃到这么大的杂粮吗 虽然它原料是杂粮 但是经过酿造发酵以后 这些杂粮都化为醋酸了 达到50了 也不可能从醋当中来补充什么杂粮的成分 人家都说酒是粮食精 粮是酿的酒 对吧 然后酒又变成了醋 所以我可以说醋是酒精 其实我说白了 什么有机啊 酿成了醋 啥鸡都没有 都是醋 对 它就是个醋 它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的 是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玫瑰花醋 哎呦 这女孩子一听都特别喜欢 有水 大米 国普糖浆 白砂糖 苹果汁 玫瑰花都在后头吗 玫瑰花醋 不是因为玫瑰花为原料酿造的 它添加的玫瑰花 添加多少呢 3.5% 这么少吗 这么少 玫瑰花在那洗个澡 意思一下 一点点 就里面就是只占1.2% 3.5% 它就可以叫玫瑰花醋了 对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配料表上 它已经在倒数第二位了 里面还有苹果汁 苹果汁 对 苹果汁醋 你说的配料表 有一个诀窍 你看这个配料表 越是往后的 它加的东西越少 就是前面第一个 是这里面成分最多的 水 水 他往往卖的就是这个附加值 对 下一个醋是什么醋 柿子醋 这个没听过 它的配料表是水和柿子 它用柿子为原料 柿子可以酿醋吗 它反正有糖 有这个淀粉的成分 通过维生物发酵 都可以做成醋 比如苹果醋 果醋 也是啊 都是这个当中有糖的成分 那么 发酵了以后呢 变酒精再变醋 所以柿子是可以酿醋的 柿子是可以酿醋的 柿子可以酿酒 柿子酒 没酿好变成柿子醋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什么醋 黑米枸杞醋 这你们老家的 刚刚马老师教我们的方法 你看那个枸杞排面第几 倒数第二 倒数第二 所以没多少枸杞 对 用马鞋的话它其实叫高粱醋 对吧 高粱醋 高粱为主要原料的 它们枸杞的黑米放一点 比较黑米枸杞醋 对 但是从营养价值上来说 可能就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些 普通醋一样的 相差不会很大的 刚才我们拿了这么多的花色醋 其实大家看一看 无非是什么 有些原料不一样 有的是有杂粮 有的是柿子 是吧 但是这种醋呢 有的是打的什么呢 养生 美容 各种的功效 那么其实咱们刚才也分析了 它醋里面主要还是醋酸的成分 根本如果要醋当中 需要补充五菇杂粮 去美容养生 这种功效 那就贵的 基本是没有的 对对对 本节目是由为孩子和妈妈 争选的光明之佑 A2β烙蛋白鲜牛奶 光明播出 那我们比如说我们在选醋的方面 马老师你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们呢 我这里给大家讲几点 第一 选醋的时候呢 要看包装 因为有的醋酸度比较高 是最好用什么呢 玻璃瓶 超市的看 有塑料瓶也有 有的甚至 有带装的 塑料带的 用塑料的成分 包括它的蒸素剂啊 会有些成分呢 会迁移到醋里面 长时间的放呢 可能呢 对身体不利了 所以最好醋不要用塑料的包装 有些醋 看如果有的人会打开以后 放到这个不锈钢啊 对 或者金属的制品当中也不好 因为它的金属当中的离子液 可能迁移到这个醋里面 马老师 我的确是看到过 有很多这个餐饮小店里头 它用金水的 或者是什么呢 用塑料的 还有的有些外卖 它用小塑料袋 透明保鲜袋 给你装一点醋什么的 对 这种塑料我刚才说了 短时间很短的时间 过度下问题不是很大 如果时间比较长的话 那么塑料当中的一些蒸素剂啊 其他一些有害成分呢 可能迁移到醋当中去了 那么到处里呢 吃了多了 那么肯定是不利的 那像蜜胺那样这类的东西 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的问题 不管什么塑料制品 酸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呢 容易迁移 金属的 包括这个塑料 不锈钢的 最好不要去装 对 就只用玻璃皮 对 第二呢 看配料表 配料表 不管什么处 你看酸度多少 是吧 它是不是加这个防腐剂 加了什么添加剂 有的是加了色素 焦糖色素啊 那个萝卜红啊 红的颜色啊 一看配料表就知道 还要看配料表 它的成分 从高到低 排名 打这个玫瑰花处 它里面的玫瑰花是最厚的 少第二位的 这位它其实是很少很少的 第三个呢 作为它的醋的保质期 保质期 一般比较老橙醋 大于5 大于6 每克这个100毫升的 酸度也高啊 它不会坏 打开以后呢 几个月问题不大 那像一般呢 比如香醋啊 这些醋呢 注意点就是酸度比较低的 大于等于2.5的 这种像康乐醋这样 它里面呢 一看就加了防腐剂了 它不加防腐剂不行啊 不加防腐剂 这个醋要坏的 打开以后呢 对 最好在常温下 一个月呢 把它 一个月就要用完 一个月就要吃完 如果夏天的话 建议大家 酸度比较低的醋啊 还是放到冰箱比较可靠 哎呀很多老年人 它很节省呀 对 它一瓶醋 比如说像这样的 一大瓶醋 它一个月吃完不大可能 如果用不了 不要买上5公斤的 一大瓶的 不用买那个5公斤的醋 是不是开了瓶子 同样的它的保持器 也是只有一个月呢 对啊 开了以后就坏了 对吧 所以我第四条就是这个 买小不买大 那么最后一点是什么呢 本节目呢 是由为孩子和妈妈 争选的光明之油 ARβ烙蛋白鲜牛奶冠名播出 本节目是由油中黄金金融与谷味多大米油 特约播出 那么最后一点是什么呢 在选择醋当中啊 咱们尽量选择酿醋 酿醋呢 就是用维生物发酵出来的 它风味也好 那个安全也比较好的 那么配置醋呢 基本上用冰醋窗配置 除非特殊需要 一般的在我们烹调 食用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用这个配置醋 嗯 那我们的可选择的范围还是挺多的啊 这有这么多的酿造醋呢 好 那听完了这一期节目的 人少黄浩回去选醋的时候 是不是有了自己的心得了 得选老陈醋 一的它的质保时间比较长 二 你喜欢甜醋康乐醋 你自会儿再勾兑 所以买好一点的老陈醋 明天呢 就我就希望各位观众 就是不要去盲目的信一些 就花里胡哨的讯后 对 其实对我们就是 引促本身是没有实质性的意义的 对 还是本着实惠健康就可以了 好 今天非常感谢马老师 做客我们的明依化阳生 也同时谢谢我们的两位 健康分享员 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健康常识 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东方卫视明依化阳生 好了 今天节目就这样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